我們再來看一下有關簡報分享的部分 那各位這個畫面我就 稍微再切過來一下 我們剛剛是簡報播放對不對 那簡報分享怎麼辦 有很多種方法 但是有一個很重要 如果你用比較新的版本 最好能夠存成舊版本的 就是2003能夠支援的 不然的話 我們現在的副檔名字都有X 對不對那有些人他萬一沒有就打不開 那麼當然你也可以建議他去裝一下這種 有沒有相容性套件 那你了解什麼 維爾那邊可以下載 可以下載 所以你有裝的話你就用這個去找關鍵字找應該就可以找得到 檔案大小 這樣子 但是裝起來是很快 反正他只裝完一下就OK就好 什麼事情都沒有 只是說你在舊版本的時候你就可以開比較新版本的檔案 當然有些格式還是不見 有些格式還是會稍微炒掉 只是說至少打開 95%看起來應該是OK 除非你有用到比較特殊的東西 如果你像我們一般正常使用就沒有問題 那 再來就是有關於 因為你 簡報的時候一定有機會像這樣印資料給大家 請問平常大家是印哪一種模式的 應該不太可能用彩色的吧 我解尖倒了 彩色就很少嘛 會中風對不對 但是你會用 灰貼還是用純粹黑白 你都用哪一種 黑白 黑白會比較好 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們的影印機 假設是一般傳統的影印機的話 是讓只有黑白 沒有灰貼 你用那個我們雷射印表機 那個當然是沒問題 因為有灰貼 可是你要大量印刷的 就是大量印多一點的 讓他們都只有黑跟白 所以你如果在用的時候會真的不一樣 哪裡不一樣 我們 現在來 稍微測試一下 你看看 是不是真的不同 你看 我在這邊我做列印 我沒有預覽列印 好 現在這彩色的 對不對 列印的選項 好你看一下我用灰階的 灰階好像還不錯對不對 那我們再往後面看 這裡還可以 你看那個心也還在 但是這裡有沒有發現什麼問題 有沒有人浪費探本 有 有沒有發這個就還好啦 但是我因為我有的是這樣子的 對不對 那你看我把它改變一下 純粹黑白 這樣有看後期嗎 比較環保一點 對不對 所以你看得比較 而且你 再回頭看一下剛剛上面的 點到這裡也不一樣 因為沒有回接的 所以這裡 反而有時候你用的太多所謂的特殊 像這種樣式的時候 純粹黑白 效果會比較差一點 就是在這裡 會比較差 這樣你大概了解了 所以 你在分享的時候事實上可以稍微 一般我會比較建議就是用 所謂的 純粹黑白 效果 在大多數的那個 上面應該會比較好 好這你可以參考 那夜數應該就還好 原則上你4到6最多 4或6 超過了 大概就覺得太小 啊不然兩個 也可以啦 但是又比較浪費一點 因為簡報多的話 所以我現在給各位都是 只剩 標題的 就那些就不用了 好 另外呢 其實 像這個 如果老師有 需要分享 像我有看過老師 學校那個數位學習 數位學習的那個遠距教學 你們那個系統的話 因為跟泰山資訊 那個是一樣的 所以 其實 應該可以用這個 因為他這個轉換完之後 簡報檔案 就變成Trash 所以應該可以在那個裡面放 好如果說老師會有需要 那做好大概長得像什麼樣子 我給各位看一下 他做好之後大概會是像 這是 在這邊 簡報是這個但是我把它轉換一下 他會類似像這樣變成Trash 有沒有 變成Trash 你可以這樣直接跳 那也可以去把他的這個 頁次顯示出來直接去跳 但是他就是可以在網頁上看 等於說他本身就是變成一個 網頁那這個檔 這個軟體我們上次有分享過 有分享過他有分32位元跟64位元的 好所以你裝起來之後呢 如果你有裝起來 我用這個 您看一下在這裡 有沒有發現做了一個叫iSwing3 好那您裝起來之後呢 這邊按一下 看你 你是要直接發布 快速的發布 還是說你要做一些選項的設定 甚至你要發布到YouTube 這是插入的 在這邊 假設我快速的發布出去 那他就幫你直接把它做轉換 有沒有 幫你做轉換出去就好 他就開始幫你一張一張 算 把它轉換成Trash 就是這樣子 好所以如果說 萬一有這個需求 你要在網頁上 去做這樣的分享的時候 這是一個方法 好這是一個方法 那另外呢 還有一個是在這邊 另外一個呢 是這個 因為現在流行像電子書這樣翻頁 如果說你想要讓你的 一樣是在網頁上的 好你想要讓他能夠左右翻的 當然簡報老實講比較不適合 一般可能比較適合 就像PTF 或Word的那種模式的 那您可以就是 像這樣 去讓他去左右翻 左右翻 那這邊有一些 像這個就是 有點類似像電子達市那種 網站 你去申請個帳號之後就可以放上去 就可以放上去 那我想這個 你大概算知道他是像這樣就好了 因為等你覺得說你的內容有需要 這樣去做的時候再試看看 那麼這一個也是類似的 也是類似的 你可以像這樣 這是翻頁的 單頁的 那因為我幫他在做的時候 他的訂單 因為一般我們訂單是很多都要握著做 你要再 是不是要再下載 比較麻煩 那我們就把他傳到上面去 你要看就可以直接看那個訂單的 手動訂單的內容 就人工訂單的內容 好那他要列印就直接列印 那也可以做左右翻頁的 我想就是找兩三個 像這樣的範例給各位看一下 應該就比較清楚 另外其實 如果說您 這個簡報可以分享的 也可以做到線上去 好做到線上 像我這邊有放一個就是 Slide Rocket 這個 他可以幫您直接 轉換一下 這裡 好 這個 一個 好 我們到這邊來看一下 用這種方式呢 有沒有發現 直接在上面 那 你可以直接從這邊變全螢幕 這樣子都一樣 所以如果說啦 您 以後你不想要帶的話有沒有 我想要帶那個 你也可以像這樣去做 那也不錯 你可以直接在上面這樣跳 那他有快速鍵 你按右鍵 他有一個快速鍵 有沒有 這裡像這個Jump J 你就可以按J 應該會出現 我們這邊現在這樣看不出來 因為 正常來講 下面會有一個類似剛剛那個 Slide 那你會直接跳第幾頁 好這也是一個方式 所以 方式有很多種 看你想要怎麼樣去做分享 好那 您看我們在這裡的話 這個 那再來就是有關於簡報錄影 我不知道各位那個 就是遠距教學或者是像 比如說老師的課程會不會把他錄下來 有嗎 有嗎 那平常大部分如果老師單純用簡報的也許您用學家那個POW 就是那POWER CAM是一個方法 不過POWER CAM錄下來檔案 有點大 我知道各位老師有沒有注意到 您如果錄的 是那個 尤其是有 影片 或者是那個 操作 比較多的 你會發現 時間比較長的 哇糟糕 一個檔案下來 比如說假設錄10分鐘好了 他可能檔案就 大概50 60Mb 甚至上百Mb 大部分10分鐘都會超過上百Mb 好那 我現在 介紹各位先介紹幾個 那等一下我們直接用這個來做看看 一般我們比較常見的錄影的方法 有分兩種 一種就是說 他是用模擬的 什麼叫模擬的 這個我拿掉 Adobe有一套 叫做 叫做那個叫什麼 突然忘記名字 那一套就是說 有點類似拍畫面的感覺 就是你要 我們在講 因為我們在 做簡報的時候大多數進行 畫面不像電視這樣一直在展動對不對 會停留一段時間 那他就是把畫面拍下來 然後你滑鼠在動他就是用模擬的 所以那種有個好處就是說 你一直在這樣拍下來 萬一我有個步驟錯了 我就把那個畫面換掉 所以你要編輯會比較容易 或者多人編輯的時候 那一種的 通常 就是比較適合什麼 老是在解題的時候有沒有 比如說 像我們剛剛講的認證的解題 那題字就蠻短的嘛 題目都蠻短的 怎麼做 那他就會幫你把那個 步驟都弄好 而且你可以馬上變成做一個測驗 好那另外一種就是說 像我們現在這種方法 反正你上什麼 就一五一十的全部變成影片錄下來 錄下來 那你現在看到的像Web ES 我用的是這一套 那 網路上的很多人也是 是用另外一套叫這個 Candasia Studio 那這一套 目前應該是公認就是品質最好的 品質最好的 不過 授權費也比較貴一點 好所以就看學校有沒有買 如果有買那當然你們可以考慮用 那 他的好處就在說第一個他品質很好 第二個他可以轉出非常多的格式 好那 那個剪接上也還蠻方便的 但是他一樣有個缺點 檔案很大 你一錄下來那個原始檔都很大 比如說你可能錄大概20分鐘 檔案是幾百面檔 老師會覺得幾百面檔好存放嗎 很難 那麼另外呢當然微軟他如果你是 也有另外他叫串流大師也許會有肯定做過 那另外微軟2003的時候他有個真意 一樣可以做錄你的動作 那這些都是比較 偏向那個就是 全部把它錄下來 那我們現在呢 給各位呢 來實際做看看用這個方式來錄 這個呢 Web ES 事實上 老實講他不算免費軟體 但是他也不是 單獨賣的軟體 為什麼因為Web ES事實上是一個 線上會議裡面的 小工具 一個小工具那他本身呢 他我會用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什麼 他錄下來檔案很小 比如說你 現在看到我們剛剛有上 上過一些東西了 那我來這邊給各位看一下 像我們今天上的 您看一下那個檔案大小 有沒有發現 就這麼大 像我們剛剛有一段比較長的 大概是這個部分 大概錄了20幾分鐘 20分鐘之後有沒有才29MB 接近1分鐘1MB左右 當然跟您的螢幕大小有關 1024768大概是1分鐘1MB 所以我就算講個30分鐘 也才30MB 檔案很小 那我喜歡用他是因為這樣 那他本身是屬於視訊會議裡面的一個小工具 是屬於那個 叫做 哪一個 哪一家公司 有點忘記了 那 他本身 錄跟播是同一個軟體 所以 因為你錄下來了就要播嘛 所以這個程式呢 你在他的網站上是可以下載的 所以是不違法 不違法 那 因為我們剛剛講的他本身應該不算是免費軟體 但是他也沒有單獨販售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 那如果您覺得您可以發現他的副檔名 有沒有比較不一樣 對不對 WRF 那這個 格式呢 如果你 不想要用這種特殊的播放讓你去播 您可以把它做一個轉檔 那我有給各位那個轉檔的程式 他可以幫你轉成WMV 那如果您覺得這個格式還不夠 你可以再用格式工廠再轉成其他的 所以說至少他還可以轉出來 那一般人有轉出來檔案就會比較大一點點 再大一些 好再大一些 所以 您可以看一下像這邊 這個軟體的部分各位可以到這邊來 我給各位的應該是 會包括三個 我給各位的應該有包括這三個 都是 不用安裝的部分 當然您需要用安裝的也可以啦 因為都一樣 都一樣 你安裝就把它扣出來就不用安裝 那 裡面呢第一個 就是我們 最主要是這一個 錄跟播是這一個 這個ES 然後 轉檔的部分 我主要會用P式的 P式的比較方便 那如果你需要做剪接的 我就會用上面這個再來做剪接 因為他有剪接的功能 有剪接功能 不過說真的我很少會去做剪接 為什麼 我從路比較快 你為什麼說比較近 因為剪接你要睡位置 還要看那個 這個比較麻煩 所以大波數情形 我都是 就是要嘛就重新錄過一次 比較快 那麼 您打開這個 這個是免安裝的 打開之後有沒有發現 這裡有一個 這個檔案 您只要執行過一次 您會發現 您錄好的影片 他都會認得 因為是免安裝嘛 所以他 你只要執行過一次 他就知道這個格式 要用這個軟體來播 因為播跟錄是同一個 讓您大概了解了哈 好